哇,好漂亮的房子哦 妈,你看,这栋房子 很漂亮吧,好像国外的房子哦 真的好漂亮 妈,我们家都没有打算要买一间透天别墅吗 你也高兴啊 光是买我们这间房子就已经很辛苦了 快点出门啊,你要迟到了 谁倒太太啊,你在看什么啊 没有啦,我是觉得 这间房子很像今天早上广告单里看到的样品屋 很漂亮吧 就是啊 你们看那个阳台,很不错吧 好像很大 我看看哦,从这个角度看过去 哎呦,应该有六坪大哦 六坪大 有大到那个程度吗 哎,他们竟然没有关门啊 因为是让品屋嘛 花太太真是的 真的好大哦 这个跳高设计还真是不错 一点也不像是玄关呢 哎呦,这里根本可以铺棉被了 哦,不知道里面设计的怎么样啊 哦,你们看 怎么了 这个找人会不会太大了 为吗,这里也可以铺棉被哦 哦,这样人就没办法走过去了 嗯,坐在这里心情突然变得好好哦 天花板高一点还是比较舒服哦 怎么呢 我看看哦 哎呦,这个沙发做起来好舒服哦 花太太,沙发可不是负赠品哦 哎,这样哦 是啊,这个是纯粹摆给人家看的 什么嘛 那要是换上我们家的旧沙发就不好看了啊 我们家的也是 啊 啊 客厅这么大 配上这么大一台的电视机也不错哦 最近的电视机都做得很大呢 客厅这么大 就算坐远一点看 还是会很有灵场感哦 我们家的电视机如果也这么大台的话 就要跑到阳台上去看 不然就看不到全部了 这样冬天不是冷死了吗 应该皮皮错哦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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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哦 厨房设计的这么漂亮 应该就越来越会做菜了吧 就是啊 会让人想做精致料理呢 精致料理 让你们久等啊 今天自打游足轮哦 用的是华国的普罗旺斯酱汁 哇 看起来好好吃 猫做菜的技术越来越好 嗯 快趁热吃不然就不好吃了 我要开动了 真的好棒哦 你们快看 啊 你们看 从这里可以走到洗衣房哦 嗯 啊 啊 洗衣机离厨房这么近哦 最近的房子都是这样设计的 离厨房近一点比较方便嘛 衣服一洗完马上就知道了 有道理哦 嗯 真的很不错呢 像我们家是摆在洗脸台旁边 啊 早上大家都挤在一起很不方便啊 爵 爵爵快点了 等一下啦 嗯 好了 好了 你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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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地方摆烘干机 空间真大 就是说 厕所也好大哦 不知不觉就会在上面坐好久 嗯 怎么啦 看到马桶就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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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啊 这边的厕所不能用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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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知道了啦 哈哈哈哈 哦 哦 这里也好大哦 是啊 啊 你们看 这个一定是大型衣帽间 果然没错 没有这么多衣服可以旺哪 全家人的衣服都可以放进来了 啊 嗯 好方便哦 好宽敞哦 挑衣服的时候还可以走来走去 两位太太快进来看看啊 真的好大间哦 根本是个小房间了 这里也可以铺棉被 绝对没问题 还可以拿来当小孩房呢 这就有点夸张了 隋岛太太真在缩笑 啊 门一关灯也关了 真是节能呢 这一间就是主卧室 哇 好漂亮啊 的确不错耶 收纳功能也很不错哦 啊 衣帽间好像很大耶 是的 请慢慢参观 哈 拍赛 我们自己跑进来参观了啦 哦 哦 是 欢迎参观 你们两个人是想要买啊 还在考虑当中 老公愿意帮你买这么漂亮的房子 你真好命啊 是啊 不过你们最好看仔细一点 就是啊 虽然皇子是真的很漂亮 不过这是一辈子的事 买了以后再后悔 可就来不及了 就是说 这跟买比平常贵十几块鞋的美乃滋不一样 你这是什么比喻 不过还蛮容易懂的 不好意思 是累了 打扰到你工作了 我们该走了 也好 刚刚那对夫妻不知道会不会买你 真的好好哦 哎呀 都这么晚了 花太太 你不是说要去超市买特价品吗 哟 我都忘记了 算了 冰箱有什么就煮什么了 自身主妇就是不一样 今天的菜会不会更寒酸了 节省再节省 说不定将来我们还要买一间大黄字咧 哎 妈 这怎么跟早上说的不一样呢 妈 不要乱酸啦 真假啦 现场搞笑秀 对啊 就是这个星期天 要不要一起去看 哎呦 反正你也没事吧 你又知道我没事了 对了 八局质 你再去找一个人好了 我已经找了阎木要一起去咯 阎木同学以后 现场搞笑秀啊 就是这个星期天 那就去吧 好像还蛮有趣的 好哎 这样就凑齐人数了 我问你哦 小青 你看好哪一组 哎呦 阎木 啊 绒手已经凑齐了 真的吗 太好了 我还以为会找不到人一起去呢 嘿嘿 我找了他们两个 一起去吧 嗯 谢谢你们 原来花同学也喜欢搞笑表演呐 呃 其实好像也不是这样啦 我是说那个 好期待哦 嗯 呃 嗯 嗯 门票 我等一下再给你们哦 好 看不出来极高还蛮贴心的嘛 呃 橘子 你怎么了 呃 呃 没什么 对了 小青 你要穿什么衣服去 嗯 不是要去看搞笑表演吗 看搞笑表演应该不需要特别打扮吧 呃 呃 对哦 哈哈哈哈 零用钱哦 因为人家礼拜天要和同学出去 所以想买新衣服啦 为什么和同学出去需要买新衣服啊 因为要去看表演 哎呦 这哪里没办法 你帮忙我就给你零用钱 拿去 我要萝卜泥啦 太好了 我帮忙 我帮忙 给你 啊 只有一钱哦 不想要的话就不要拿 我是没差啦 啊 我 我 我要啦 我当然要 哎呃 看样子只能穿现有的衣服去了 有没有不花钱也可以变漂亮的方法呢 减肥吗 皮肤也要保养一下才行 嘬 噗 什么 小鸡 你明天不能去啦 对不起了 家里临时发生了一点急事 便证啊 我会打电话给机刚他们的 好吧 那再见啰 三个人啊 怎么办 我真的有办法和他们顺利的交谈吗 本来想靠小青热场的书 万一 我是说万一 如果极钢眼灵时不能来的话 野木同学 对不起 我迟到了 花同学 你来了 你等很久了吗 没有啊 我也是刚刚才来的 是吗 那个 那个家伙灵时说他蛀牙的地方很痛 结果没有办法来了 小青也没办法来了 那不就剩下我们两个人 怎么办 没有关系 就我们两个去好了 哦 说的也是 就我们两个去吧 欸 妈 觉得他怎么了 好像泡澡泡太久了 起来就头昏了 好 这件怎么样 好像太抢眼了一点 那这件呢 还是这件 哪一件好呢 好难决定 干脆先来弄脸好了 啊 为了预防这一天的到来 还好我有事先买来准备 头发也来弄一弄好了 嗯 哈哈 这样怎么样啊 会太成熟吗 说不定刚好可以展现美丽哦 假日里的我 那些小绿的我还在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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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到橡净哥来了 到底要不要紧啊 那我出去了 欸 啦啦啦 你要去哪里啊 在现场搞笑秀啊 你要上去表演哦 我干嘛表演啊 不然你干嘛穿这样 很奇怪嗎 也不是很奇怪的啊 感覺有點誇張 姐 你是不是要去約會 真的呀 沒有 不是啦 我只是要和同學去 我在幹嘛 居然忘記了 今天的外出 嚇忙了一場 我太來勁了 怎麼辦就像是個大花圈 完全走錯方向了 怎麼辦 沒有衣服穿 誰穿一件不開花圈 又能妥協自己的衣服 開了 沒事了 她到底在幹嘛 她什麼時候才會長大 本來就是這樣的嘛 是嗎 嗨 你們好啊 你來啦 嗨 沒有 我是準時到的 剛剛我還先跑去買了一些東西 喔 是喔 好啦 我們趕快走吧 嗯 好像要走一段路喔 嗯 不過那個男生本來就做得太過分了 太好了 她們也都穿得很輕便 還好我灌了衣服 你們在聊什麼啊 喔 我們是在聊 女生出門每次都要花好久的時間準備喔 你們女生不是都會化妝嗎 嗯 嗯 一般女生雖然每次都因為準備很久而遲到 但是我還能接受啦 像是那種啊 不用準備就馬上跑來的 根本就不像個女生嘛 等一下 那我到底算哪一種啊 本來是花了很多時間才準備好的 可是這下子怎麼看 都像是馬上就跑來的女生 慘了 快來不及了 我們又跑得好了 好 啊 快點啊 拉橘子你快點 等到我 不要誤會我啊 岩木同學 今天要做的料理是 道地玉米濃湯 材料總共四人份 請事先準備好喔 各位啊 首先呢 把水放到鍋子裡面 燒開以後 就放進去一小匙的雞汁高湯 再把罐頭玉米醬放進去 一邊攪拌一邊煮開 然後就是 農的米醬 把罐頭干貝和調味料 全都放進去鍋子裡面 連罐頭干貝的湯也一起放進去 然後再倒到碗裡面 再放上兩片青菜 就完成了 太太你好啊 一樓邊間的房子 正在公開展示中喔 這是什麼啊 房子已經重新翻修過了 現在正在公開展示中 請您務必找個時間去參觀看看吧 是呀 翻修喔 好好喔 我也好想看重新裝潢過的房子喔 結果怎麼樣啊 他們本來的隔間也跟我們的一樣吧 是啊 你們要是看到了喔 一定也會嚇一大跳的 既然能夠變成那樣啊 變成那樣是怎樣啊 媽 我們又沒有看到 拜託你再說清楚一點啦 對 也對喔 啊 你就不知道耶 從一打開門就完全不一樣耶 你是說從玄關開始 對啊 整個玄關喔 都是白色的 非常的大耶 非常大 是啊 而且喔 一點都不亂喔 不像我們家東西都沒有地方放啦 蛤 那是因為我們垃圾太多了啦 哎呦 不是啦 不是有沒有垃圾的問題啦 主要差別喔 在收納空間啦 收納空間 對啊 房子裡面的東西 全都被收到牆壁裡面去了 喔 然後走人走到底 有一扇金光閃閃的門 把門打開就會看到好大的客廳喔 喔 好棒喔 真讚喔 欸 好 再怎麼翻修總評數也不會變大 啊 就是說嘛 媽剛講的聽起來好像有我們家的好幾倍大喔 就是啊媽 你會不會講得太誇張啦 可是在我看起來就是那樣啊 真的很不得了耶 喔 怎麼聽起來好像不太有說服力 喔 你們這些人喔 等一下啦 聽好啦 媽媽我看到這個家未來的發展性 發展性 對啊 就算房子本身越來越舊 不過只要下點功夫 這個房子的未來還是很有可看性的 還有可看性了耶 越講越誇張了 你在說什麼啊 換修不是只有房子變好耶 連人生也會跟著改變 蛤 說得跟推銷員一樣 能不能夠換修成功 關鍵就在於有沒有事先做計畫 哼 這是我們家 重點有兩個 第一個是先規劃收納空間 只要不要什麼東西都覺得丟掉浪費 拼命痕跡起來就行啊 只要有足夠的收納空間齁 東西不丟掉也可以全部放進去啊 是這樣嗎 第二個是決定我們家外觀最重要的地方 也就是客廳 一定要有寬敞又舒適的客廳才可以啊 客廳 對啊 就是這裡 這裡會決定我們家給人的整體印象 整體印象 如果這裡失敗的話 又跟推銷員一樣 那就整個都沒拆工了 所以慢慢我就想到了 為了實現這兩大重點 我們應該要怎麼做呢 那就是 嘿嘿 把你們兩個房間的隔牆給拆掉 什麼 隔牆 要拆掉 嘿呀 只要把這裡的隔牆全部拆掉 嗯 就可以實現又有收納功能 客廳又很寬敞的夢想啦 嘿嘿怎麼樣 看起來很完美喔 怎麼可以 這樣我就沒有房間了 沒有房間叫我們怎麼睡覺啊 要在哪裡念書寫功課 哎呦 只要在客廳的這個角落裡面 擺兩張書桌 就可以念書寫功課了啊 兩個人躲在那種角落裡 怎麼可能進得下心來念書啊 哈哈哈哈 嘿嘿嘿嘿嘿 欸 你很吵耶 博魂 博魂 要把房間拆掉的話 那我寧願維持現代制啊 沒錯 我也反對 啊 這樣說也對齁 好啦 媽媽我再努力地想一下 呃 你還要在想喔 嗯 這是什麼 按著 看起來不錯喔 這該不會是我們家的模型吧 對啊 嘿嘿 實際做一個模型出來齁 你們也比較好想像啊 這是實現歡笑的夢想企劃案喔 啊 啊 啊 欸 欸 還有這個啦 首先是冰箱 啊 這不是我小時候玩的佳佳酒嗎 耐用的東西就是有這個好處 所以我才捨不得給它丟掉啊 再來呢 廚房才開放式的 所以冰箱應該面向這邊才對 呵呵 好像越來越好玩了 三花咧 就擺這裡 然後是餐桌 啊 電視就放這裡 你想怎麼擺是沒關係啦 不過我們的房間會不會太小了一點啊 呃 真的耶 可是你們說要有房間 我敲很久才幫你們保留住的呢 這今是我最大的妥協了喔 你們自己看啊 放上書桌以後空間還很大呢 呃 跟現在房間的大小差不多 好像太小了吧 嗯 就是說 這個尺寸根本就太小了 媽 這個桌子至少要再兩倍大才行吧 咦 乾杯 反正 這樣的話我們的房間還是太小了 嗯 就是說嘛 根本就只有原來的一半 這樣要叫我們睡哪裡 連鋪棉被的地方都沒有 嗯 啊 地板是不是有變高啊 你注意到了 這是為了增加收納空間 故意把地板給做高的啦 就算我們家在五樓 一樣可以有地下收納空間喔 啊 原來地板下全都可以收納東西喔 哇 不是只有地板 牆壁也是一樣 這樣一來就可以完全克服掉 我們家收納空間不夠的弱點了 嘻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整個家看起來好寬敞喔 全部的牆壁都可以用來收納東西 地板下面也完全可以收納東西對吧 沒錯 喔 好厲害喔 東西再多都沒問題 有心啊 以後再也不用環島沒有地方換東西啦 好棒喔 欸 欸 到時候天花板不可能還那麼高吧 喔 說得也是 都被地板下的收納空間占去了 欸 所以 會變成 會變成這樣 會變成這樣 好痛 欸 哪裡 這 這是什麼情形啊 變成這樣 有這麼有洞啊 要彎腰躲背才能走路 根本就不行啦 讚 現在叫就好了啦 我看我們還是不要重新裝潢好了 欸 你們在說什麼啊 欸 媽媽我會再努力的想一下喔 不用啦 不用啦 好巧喔 我們竟然會搭同一班車 欸 欸 就是說啊 媽媽 你今天是要去上書法課嗎 欸 是啊 喔 可是書法課不是明天上嗎 欸 沒錯 就是這樣 喔 媽 你是怎麼了 你到底有沒有在聽我說話 欸 我有在聽啊 騙人 你根本就沒有在聽我說話嘛 這沒關係啦 橘子 幹嘛啦 你看那邊 他在補妝啊 有什麼不對嗎 什麼對不對啊 他這種行為很危險耶 喔 很危險 對啊 在公車上面塗口紅 萬一車子一動 或者是突然殺車 啊 啊 糟了 你看啦 我說的沒錯 果然畫到旁邊去了 到底在幹嘛啦 欸 來 獅子巾給你 啊 我從剛剛就一直在注意你了 想說你很可能會畫到臉上去 尤其喔 車子要停車的時候最會晃動了啦 欸 給你 原來是這樣啦 我每次都跟我女兒說 一定要在家裡先畫好妝才可以啦 因為車子很會牙晃 所以一定會發生這種事 我從剛剛就一直很擔心你 你都沒有注意到喔 啊 對不起 因為媽一直對那個女的講個不停 結果害整個公車上的人全都在看那個女的耶 我覺得她真的好可憐喔 她整個臉都紅了而且還一直低著頭耶 那個女的一定覺得很丟臉 就是啊 我倒覺得齁 在公車上化妝這件事才丟臉耶 這種事我絕對不會做啦 不過我覺得她很厲害喔 竟然有辦法在搖搖晃晃的公車上面化妝 厲害是厲害啦 可是後來口紅還不是畫到臉上去了 我一直在替她擔心耶 我就知道她一定會畫到臉上去的啦 為什麼女人要在捷運或公車上化妝啊 應該是因為大家都在趕時間吧 而且一天常常都要補妝好幾次啊 你最好也小心一點 不要為了化妝 到時候傷到的眼睛就化不來了 好啦 我吃飽啦 不過要在搖晃的公車上刷睫毛膏 的確很不簡單耶 可是姐 你化過妝嗎 欸 你很沒禮貌耶 當然有啊 我都化淡妝 老爸 這杯茶給你的 喔 欸 臉上有東西喔 欸 范荔 真是的 口紅畫到臉上雖然很丟臉 不過這把年紀了 吃飯吃到臉上也蠻丟臉的吧 是喔 什麼啦 老爸 你有沒有聞到一股味道啊 我從剛剛就終於到了呢 欸 你有沒有聞到一股好像油炸什麼東西的香味啊 啊 老爸 到底是什麼啊 不要出聲音 不好意思 這次 這次又怎麼了 我知道這是什麼味道了啦 就是那家生意超好的店賣的雜雞耶 哈 你看啦 就是那個袋子啦 我沒有猜錯耶 我就一直覺得這個外道好熟喔 老爸 他們家的雜雞很好吃喔 你講話小聲一點 欸 欸 欸 呵呵呵 張魚蕭 欸 老媽啊 那個阿姨身上有張魚蕭的味道 阿正 安靜一點 不可以講這麼大聲 被他猜中了 我也要吃章魚蕭 好啦 等一下再買給你喔 就是這樣啦 在車上章魚蕭的味道跑出來 結果嗨那個小朋友也吵著要吃 沒想到章魚蕭的味道會這麼重耶 應該是醬汁的味道吧 有道理齁 真的耶 醬汁的味道還蠻濃的 對了 捷運車上好像都會有不少的味道耶 有的時候一搭上去 馬上就會聞到 像是香水的味道啦 還有吃的東西的味道 晚上還會有酒的味道 猜啦猜啦 你還要喝啤酒對不對 老爸 要搭捷運的時候 不要喝太多 不然會有味道喔 就是啊 如果知道是從自己身上發出味道的話 那很丟臉耶 是嗎 可是 今天爸跟媽 你們自己不就是把章魚蕭的味道 傳到整個捷運車廂裡了嗎 對呀 而且你媽媽她還 怎麼啦 媽是不是又做了什麼了 真是受不了 到底怎麼了啦 發生什麼事了 其實也沒有什麼大事啦 就是肚子有一點點餓 肚子有一點點餓 好好喔 有章魚蕭 我要去章魚蕭 老爸 章魚蕭的味道好像很重耶 大家都在看我們這裡啦 啊 唉唷 丟臉死了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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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要怎麼辦啊 我去買東西走了那麼久 肚子當然會餓喔 好棒 今天要做的簡單料理是 竹輪高麗菜捲 材料總共四人份 請事先準備好喔 各位啊 首先咧 把高麗菜切一半 把梗去掉 再把金針菇的麗頭切掉 切成四等份 接著咧 把高麗菜葉 放到滾燙的水裡面 等到竹輪以後 就拿出來 然後就是 用來取代 放到高麗菜裡面的絞肉的是 竹輪 把竹輪切開以後 再把切成 跟竹輪差不多大小的培根 還有金針菇 放進去捲起來 接著再把它切成兩半 用剛剛煮好的高麗菜葉 給它包起來 再用牙籤插進去固定住 算了啦 把高麗菜捲 放到裝有水的鍋子裡面 把它煮開 加入高湯混 煮到高麗菜葉變軟了以後 放鹽巴調味 中盤以後 可以依照個人的喜好 撒上胡椒 就完成了 今天也好寧靜喔 對啦 等雞子回來 我一定要跟他說 那件事 我看看 我看看 趁我還沒有忘記之前 這樣就可以了 還好趕上了 極子啊 你怎麼一回來就看電視啊 上個禮拜 我沒有看到這齣連續劇的第一集 今天要補第二集之前 會重播第一集喔 這樣啊 這樣喔 我記得好像有什麼事要跟他說 是什麼事咧 我哪知道 啊 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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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幹什麼啊 在幹嘛 對啦 蛤 什麼 是便當盒 便當盒啦 趕快拿出來給我洗啦 好啦 等我看完這齣戲我就去拿 嗯 老頭 你幹什麼啊 啊 我都怕你忘了把便當盒拿出來給我啊 我才不會忘咧 等我看完我就會拿出來了 嗯 嗯 我絕對不會認輸 我一定要把你打倒 哈哈哈哈 我說柚子啊 怎麼是 把書包拿回自己的房間去的 喔 幹嘛啦 這樣你才不會忘記拿進去啊 我會拿啦 等我看完這本雜誌就會拿進去了 啊 真是不好意思啊 我也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想你 哈哈哈哈 你到底是誰 原來是你 啊 太好笑了 第二集從酒店開始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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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了 橘子了 什麼事啊 怎麼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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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想幹嘛 有想起來嗎 蛤 什麼事情啊 你耳朵不會讓你忘記的咒語啊 蛤 我剛剛不是叫你把便當盒拿出來嗎 啊 碗盤我都已經洗好了 便當盒你自己洗了 呃 好啦 蛤 好多啊 яр straightforward 好多 我不是叫你把琢瓶拿進來嗎 CIASI 你為什麼就是不拿進來 他有慘召奏手 мож了 我快初於外面摆很久了咧 好 你兩位啊 為什麼我講的話老是大家都做不起來 我不是捏过耳朵了吗 你为什么要捏我们的耳朵呢 娘真的很痛耶 那是为了帮助你们 不会忘记事情的小秘诀啦 秘诀 我叫橘子拿便当盒出来的时候 还有叫柚子拿书包进去的时候 不是都捏过你们的耳朵了吗 无头 是有捏啊 这种痛身体都会记住的 只要再痛一次就会想起来的 那我怎么都没有想起来啊 我看是因为太痛了 反而根本想不起来吧 那就想办法别让自己忘记啊 说小孩 忘记的时候 不管怎么做都还是会忘记啊 你自己还不是一样 常常想不起事情来还敢说啊 没错 像这种时候 只要一直捏着自己的耳朵就可以了 为什么 只要一直捏着 当我们正在专心做事情的时候 只要被人一喊 宝儿 记得把我短袖的白衬衫拿出来 好 短袖的白衬衫 短袖的白衬衫 这只手在干嘛 短袖的白衬衫 这样就可以想起来的 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 这样应该就不会忘记了 你们也要跟着做 我回来了 你回来的 哎呀 累死了 你怎么变得这么厉害 你怎么变得这么厉害 你怎么知道啊 哎呦 这是作业 作业 哎呦 你在做什么 我答应熊爷要写笔记 我怕忘记 答应 到底在干什么 你要喝秘乳呀 你没事干嘛伸舌头啊 还有你的手 这次要打电话给水岛太太 这个呢 是要放洗澡嘴啦 这样才不会忘记 做这些事情啦 你们三个这样很难看 哎呦 要快点来打电话 小佑 你看 我拿到最近爆红的偶像 小甜甜的照片咯 超正典的耶 哇 好美好可爱哦 要是这么可爱的女生 打好女朋友就十二无憾了 对吧 小佑 你也是这么想的 对吧 对吧 还好啦 我的小甜甜 小佑 你一起来吧 快点啦 我的小甜甜 我的小甜甜 原来小佑也会以猫取人 啊 真的人失望 什么小甜甜啊 衣服快要流鼻血的样子 女人的价值又不是只看外表 我看小甜甜甜 嗯 啊 啊 可以好看一瓶 哇 我的小甜甜 啊 啊 啊 可以好看一瓶 啊 啊 我的小甜甜 啊 啊 可以好看一瓶 有没有那种你也能变成小甜甜 让你越来越像小甜甜的书 没有吗 没有吗 给正在烦恼不已的你 是在说我吗 别再抱着不可能晨晨的爱情不放了 就从今天起 你好爽朗的活下去吧 你好爽朗 这是什么意思 抛弃昔日的爱情 为新的恋情而活 挥别昨日之前的我 重新迎接崭新的我 别再烦恼不已了 雨季过的消极不如积极一点 这样才能得到开朗的人生 开朗的人生 好棒哦 这里所说的你好爽朗 是指你好啊 爽朗的我的意思 你好啊 爽朗的我 简称就叫做你好爽朗 好 就用这招 从今天开始我会变成你好爽朗 你还烦恼 你怎么这么无聊啊 再见烦恼你好爽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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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再见烦恼你好爽朗 是说 再见烦恼 再见烦恼不已的我 然后你好啊 爽朗的我 就是这样 就是笑死了 你说再见爽朗的意思 就是要放弃小六吗 也不是放弃了 我想应该是放下对他的感情的意思 你明天要剪头发 我要剪短 等一下 你要把头发剪短 你是认真的吗 明天起 我要成为全新的自己 全新的穿导 什么全新的穿导 来吧 欢迎光临 请问今天要怎么剪呢 请帮我剪成短头发 真的吗 你真的要剪成短头发啊 是的 请用力帮我剪成短发吧 我知道了 女生会那么爽快地剪短头发 一定是有很重大的理由 毕竟头发是女人的生命 要剪短头发 表示就算要减少自己的寿命 也在所不惜 我很难体会 请你放心交给我吧 你这样外面剪得太短了 是吗 那不然大概这样可以吗 再长一点 那这样呢 还要再长一点 那就到这里 还是要到这里呢 还是再长一点好了 这样好了 那么我要剪下去哦 谢谢您的慧顾 你好啊 爽冷的我 这就是你好爽冷了 你剪头发了吗 嗯 你剪了哪里 剪了一点点刘海 是吗 别管刘海了 其他地方可是你好爽冷的 我 哎 穿的啊 帮个忙把球踢过来 哎 穿的啊 哎 穿的啊 哼 我可是你很爽冷的 啊 嗯 穿的啊 嗯 哎 穿的啊 来 来咯 看我的 哎 小佑 你知不知道啊 知道什么 听说小甜甜没有化妆的话 根本没有人认得出来 嗯 啊 真希望小甜甜没化妆 也能一样可爱说 我无所谓了 嗯 什么叫你无所谓啊 难道小甜甜没有化妆 一点也不可爱 你也喜欢他哦 还好啦 反正我本来就对他没什么兴趣 是哦 对他没兴趣 本来就没兴趣 啊 啊 穿的啊 你的书都要了哦 再见 小佑 小佑 我就知道 小佑跟桃燕不一样 她才不会以貌取人呢 我就知道 小佑 你好帅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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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很出名哦 上一次电视也有介绍出来呢 这里的面哦 好Q好好吃哦 汤头也很好喝 而且一点也不逆腻哦 很快就到了啦 老爸 快轮到我们了啦 请问是两位吗 是 请两位稍等一下 真的非常抱歉 目前只剩一个座位 请问有没有一位客人的 不吃了 老爸 还有老爸 你不要走啦 哎哟 真是的 想吃的时候就能马上吃到 这才是最棒的 老爸一向讨厌大排长龙 柚子的提醒则是 后面的客人 这里可以结账 为什么 明明是我排在前面的 谢谢您的会过 别以为你先结账就赢了 我会比你早走出去的 还有这个 好的 这些全都要缴吗 完了 出了账单账款的陷阱了 好 总共是一千八百二十七元 柚子的排队浴也没比老爸好到哪里去 至于老妈 判断哪一台收银机的结账速度比较快 也是主户必备的能力 哼 那个人的篮子里面东西很多 这个人虽然东西买的不多 倒是前面那个老婆婆 哎哟 等一下结账的时候 手脚一定会很慢 那边的虽然看起来还好 但是那个收银员自有名的曼囊中 所以要选招杯 两百七十二元 一百九十八元 总共是 你说多少钱啊 两百九十八元 我赢了 我来接手了 九十八元 九十八元 七十五元 这里金额总共是 两千五百四十五元 哎呀啦 两难连手加快速度了 明天你一定赢的 对妈来说 排队是在比输赢 至于我的情形 吃什么好呢 有超值套餐 可是我不想吃这么多薯条 我看我还是单点就好 好难决定哦 排队的时候就先决定好要吃什么 就是尝试耶 根本不管后面有没有人在排队 也不管自己这样会不会造成大家的困扰 哦 真是的 这位小姐 欢迎光临 请问你要点些什么 啊 呃 那个我想 我要那个 好慢哦 你在做什么啊 抱歉哦 我跟你们说 我家父亲最近新开了一家蛋糕店 每天都大排长老哦 有那么好吃吗 不知道 我没有吃过 你不会想去吃看吗 要我为了吃排队 不要吧 超人气的店 尝尝大排场咯 抱歉 目前需要等三十分钟左右 店员常这么说呢 这种的我实在不敢恭维呢 我也是 我实在不懂 真的有必要为了买东西跟人家这样排队吗 我倒是很喜欢排队 星远 你喜欢排队哦 排队有什么好玩的吗 你不会觉得很麻烦吗 排队不是很累人吗 这就和摔角一样啊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摔角这种运动 刚开始讨论摔角选手 不是都会单方面被痛扁吗 不要下了 但是他们都会不断忍耐 直到最后那一秒钟才打款对手 排队就跟那个情形一样呢 一直排队一直排队 最后终于买到自己要的东西 这种喜悦才是无价的 摔角运动是这样的运动吗 不知道 我对摔角完全没有研究 就算真的跟摔角运动一样好了 我还是觉得排队很麻烦啊 怎么能这么说呢 只要想到再过一下子就能得手了 不是会觉得很兴奋吗 学姐们会一直说排队很麻烦 是因为你们根本不想了解排队的乐趣 你们这样是在亲手丢掉人生的一半乐趣 人生的一半乐趣 被我们亲手丢掉 虽然我觉得排队是很麻烦的事 但心田好像很喜欢 虽然老爸很讨厌排队 不过只有星期天的这种队伍 他倒是排得很开心 今天的营业时间开始了 欢迎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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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本店有新机种进来了 欢迎光临 接下来 有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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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啊 正确的干杯方式 到底该怎么做咧 干杯的时候应该要怎么举杯才是正确的礼仪呢 答案是 把杯子举到眼睛的高度 然后用眼神向四周的人示意之后再喝才是正确的 最常看到的错误就是这种啦 互相碰撞玻璃杯万一杯子破掉是很危险的 跟我说啦 杯子破掉是很不吉利的 在值得庆祝的场合里一定要避免这才是正确的礼仪 以上就是礼仪呼人花貓的礼仪教室 结果今天整天都在下雨 有谁在里面吗 这样就 哦 用这个 可以了 原来是电子掉下来了 那我们来这里吧 那我们来这里吧 射门 很危险啊 就差一点点啊 好 再来一次 去吧 危险啊 好恐怖哦 啊 给我等一下 开门了 帮帮忙 好像被锁起来了 这吓得不妙了 这不会叫了 这下完蛋了 还昏的时候老师会来巡视吧 应该会 会 你们两个 干嘛这么沮丧 这还用问吗 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吗 好了 我看 我们还是先仔细找一下这个体育仓库 看有没有什么后隙之类的 找到之后向我这个队长报告 你是什么时候变成队长的 放心 我们一定能从这里顺利逃出去的 这家伙玩出乐趣来了 怎么样 没用 已经生效了 根本连动都不动 可恶可恶 可恶的家伙 臭家伙 可恶可恶可恶 我已经经贫力劲了 这下子该怎么办才好 我肚子好饿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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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行了 我也是 我不行了 天哪儿 你怎么了 我 我 我还有这个 我还有这个 好棒 好棒 因为我今天中午没有什么食欲 真不愧是队长 请你分一点给我们吃吧 队长 什么 我是队长 这还用说吗 最值得依靠的人 当然就是队长 一点也没做 队长 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 好吧 我这个队长 就分面包给你们吃好了 谢谢你的照顾 队长 那么 好好吃 好好吃 这就是我们平常吃的面包吗 我从来都不知道 原来这个面包有这么好吃 我们早就忘记食物对我们的重要性了 有时候还大言不惭的说没食欲 说的也是 只有这样而已 这么少 一口就吃完 你书包里没其他东西了吗 没了 没有其他东西了 你真是没用 好吧 前男队长卸任了 这是什么意思 吃完了就叫我卸任 今天是星期五吧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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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星期五 可能到星期一之前我们 哎 要一直关在这里 啊 来了 来了 谁快点来啊 我不要 快点放我出去啦 谁快点的救救我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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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啊 啊 啊 你们在这儿做什么 啊 哦哦哦 哦 语 员 老师 老师 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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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